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韦佳琪 那么首先要带您先来关心的 依旧是台北市大直接的 严重民贼他陷案 原因就是紧邻在旁边的基台工地 目前预估要贯张5400立方公尺 但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 只贯了2000立方公尺 预计要到星期天才能够完全填平 水泥浴办车进进出出 一刻都没停 一辆灌完 接着另外一辆马上倒车开进来 从7号晚上至今 近200辆的浴办车连夜灌江 就怕民宅再度塌陷 在基台工地旁边的5栋 是受到影响直接下陷 那其实这一区块 最边间也是在基台工地的旁边 为了避免整个范围再扩大 也因此紧急撤离 为了随时监测建筑物的状况 现场装设黄色的寝渡盘 一旦不稳定就会显示 目前影响的范围有多少 使用俯瞰图 塌陷民宅上方是基台建案 左侧是盛德福建案 疏散住户的范围 总共是六大洞 以大直街94项一弄 以及三弄为主 包含紧邻工地的两大洞 接着是巷子另外一侧 整排的住户 其中这块受影响最严重 尤其民宅下陷后 光是评估工地要灌江 至少约5400立方公尺 7号晚上进场后 目前灌了2000立方公尺 预计周日填平坑洞 好好的家变成这样 住户忍不住头吗 他不是一栋一栋的说 这栋倒了这边不会影响 他现在是整个连着 景点以后就开始 那边开始垮了 然后我们就说 这样到底要不要撤离 然后我们就跑去问他 我们到底要怎样 你们要撤离 我说我们要撤离 你要来通知我们 我们怎么会知道 去年才花300万元重新装潢 如今有家归不得 圣德福大职工地 2021年动工 预计2025年完工 吉泰大职则是去年开工 预计2026年施工完毕 过程中到底怎么 与邻近住户沟通 怎么最后演变成民宅下陷 统统被迫撤离 若回田后平稳 住户能绑家 但还住得安心吗 TV的新闻总罗 一开门回家就发现 席柜旁的磁砖 又掉了好几块 更严重的是隔壁这户 大门口的墙面直接裂开 走到楼梯间看 更出现大大小小的裂痕 这种情况早在去年 隔壁建案刚开始时就有了 家中磁砖裂开的范围 一天比一天大 再看看这个玻璃柜 遭到挤压变成弯的 只好先用胶带包起来 怕它爆开 而这个看起来像是 刑具的墙面 其实是因为零损漏水 建商找工人来打针 才会有一堆钉子在墙上 后门甚至没有办法好好关上 一打开就是害他们家 变成这样的工地 受灾户表示 他们已经抗议了好几次 都没改善 虽然这两个礼拜的情况特别严重 但住户表示 隔壁另外一栋 已经盖起来的建案 在去年八月刚开工的时候 他们家就已经出现了零损 受灾住户透露 早在去年盛德福建案开工时 连续避开挖就有问题 八月时靠马路的一号这户 就已经倾斜 隔壁三号这户 则是墙壁出现裂痕 围墙裂开 九月换基态建案开工 零损情况更加严重 整年下来 大大小小的裂缝不断出现 直到两个礼拜前 力打工程的盛德福建案 又在挖地下室 基态建案也还没挖完 怀疑是双重打击之下 他们这栋才会撑不住垮下 一年多来的抗议 还是换来房屋倾倒 看着隔壁在盖美 已经上百万的高级住宅 自己的家却被牺牲 受灾住户生气又无奈 TV越讯综合报道 好 当时在昨天晚间 发生了这个住宅 来塌陷的案件 很多人吓了一跳 事实上还记得吗 新竹之前也发生过 这个马路出现的天坑 车子掉下去的情形 这两个案件 共同点 其实附近都是有建案的 因此也被认为 可能是这个建筑工地 施工不当才造成天坑 专家也提到说 其实天坑出现之前 是有机可循的 如果您的家里 附近有建案的话 就要注意三件事 包括了你的墙壁 是不是开始出现裂缝 或是门窗 突然变得比较不好关 又或者是马路有出现裂缝的话 其实这都是天坑的前兆 专家也点出说 特别是双北 涂质比较软 更是需要严谨 如果今天附近有建案 而他希望能够进到你家里头 来做零损鉴定的话 专家也建议说 不要嫌麻烦 他要来就让他来 因为万一这个建案 真的出现问题 或者是你的房子 真的出现污损的时候 才不会到时候 求偿我们的状况 另外如果你买的房子 是有这个天坑的问题 专家也点出说 天坑发现的第一时间 就是要立刻灌水 因此搬进去住之后 也要注意地下室 是不是有渗水的情形 房产专家思维则认为说 会出现天坑 代表说这个建案 可能有偷工减料的情形 也要特别注意了 再来就是不动产 估价师他有点出说 如果因为出现天坑 而交屋延迟的话 其实买房子的人 是可以要求违约金的 另一方面 如果房价因此下跌 其实也可以来要求解约 大雷雨轰炸 半个台湾这波雨 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 才会停 恐怕是很多观众朋友 心里的疑问 受到迪亚带影响 各地的大雷雨 会下到入夜之后 周末的天气形态如何 再交给记者讲细 好 这两天 大家的感觉是 午后雷阵雨的范围 比较广 而且强度也比较强 其实主要就是受到 低压带的影响 不过好消息是 低压带要难移了 对我们的影响 是比较减弱的 包括在周六的时候 其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 就比较集中在中南部 北台湾 基本上降雨是比较趋缓了 到了周日的时候 水气又更少了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了像是这个山区 还有一些零星的雨 其实平地的部分 都已经转干了 现在就提醒了 包括在周六这一天 其实中南部跟东南部 还是容易有 比较较大的雨势的 但是到周日的时候 就会转为多云道晴 是午后雷阵雨为主的天气 而下周的部分 包括周一到周四 各地也都是 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主要午后雷阵雨 比较常出现在中南部 还有北部的山区 但相较这几天 其实也是比较零星的 除了雨的部分 气象学特别提醒了 包括周末到周一的清晨 要注意的是 北台湾 其实是有一股东北风下来的 因此大家的感受上 比较早起的话 其实清晨会感觉 稍微有点凉意 温度可能会在 22到24度左右 提醒民众也要注意了 不过讲到下雨 就不得提 这刚才才离开的台风海葵 虽然它已经减热 成为热带低压了 但是残雨的环流 持续往西移 肆虐大陆东南沿海 尤其在昨天晚上开始 在广东沿岸带来了暴雨 更为香港带来了世纪暴雨 香港天文台 昨天晚间11点5分 紧急发布了 黑色暴雨警告的讯号 而且持续的时间 超过10个小时 创下有记录以来 持续最长的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这波黑色暴雨也导致香港 虔诚瘫瘫瘫瘫 香港柴湾马路烟城小河 还有大水不断从地底涌出 好几台车受困洗火 不论消防员还是民众 都得涉水而行 当时水位已达到膝盖的位置 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小时 许多驾驶为了保命 只好被迫弃汽车 香港斜坡地形 还成了滑水道 这名车散女子一时狡猾 就被大水往下冲 场面现象怀生 瞬间暴雨还淹没好几座停车场 里头车辆几乎全数灭顶 损失难以估计 此时外头的情况还在变糟 大水甚至涌进巴士里头 民众无路可逃 只好爬高到第二层 但这些都不是最夸张的 7号晚间的大水 还淹进了黄大仙地铁站 现场水深及稀 还有民众拍下列车入站时 旁边月台已经变成小河 乘客惊呼连连 到了白天 黄大仙站的出口 还是一半泡水 一旁阶梯水是湍急 根本无法行走 另外黄大仙中心北管地面低层的位置 也完全被淹 里头商店被拟水淹没 水位高到手扶梯的位置 上午10点地下餐厅全数遭殃 甚至有餐桌椅在水上飘 香港地铁大瘫痪 民众回不了家 与站务员爆发口角 但香港与世真的夸张到户外月台的水 也涌进轨道当中 形成一整排的小瀑布 受海葵参与环流影响 香港先是在7号晚间9点25分 发布黄色暴雨警报 25分钟后改为红色暴雨 深夜11点再改为黑色暴雨 使雨量超过158毫米 直接打破139年记录 根据香港雨量统计图暴雨区 集中在中央淡粉红色的位置 包含香港天文台 在短短24小时测得超过600毫米的雨量 将当一天内就降了年雨量的四分之一 但也有民众怀疑这次香港灾情惨重可能与深圳泄洪有关 因为深圳凌晨突然泄洪却只提前16分钟告知香港 对此香港区务署署长否认关联 强调淹水纯粹是特大暴雨所致 部分民众则点出排水系统的问题 事实上7号晚间到8号上午 深圳暴雨也打破1952年以来的气象记录 12小时降雨量破465毫米 恐怖大水狂冲的镜头看起来比香港还夸张 还有男子在餐厅中直击土石流灾情 餐厅内的厕所当场被土石覆盖 好险民众躲得快才没有受伤 深圳和香港都因为这次的雨灾宣布停课 港股发号还暂停交易 整座城市形同瘫痪 灾情简直比台风来袭时还要夸张 点新闻综合报道 镜头转到乌俄 乌俄战争已经进入到第562天 最近两军护红的状况越来越频繁 乌东市集遭到二军轰炸的隔天 乌克兰也怀疑颜色 他们透过了无人机清晨出击 兵分三路 突袭了俄斯境内包括莫斯科等城市 至于在地面作战上面 去年死守马里乌波尔的亚素营 又称乌国民警卫队最近重新集结 以特战行动驱杀俄军 要把乌克兰阵地向前扩张 深夜里民众看出窗外 不远处爆出巨大火球 俄罗斯南部城市罗斯托夫 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吐袭 尽管俄国声称防空系统 击落无人机 但消防队十万火机赶赴现场后 发现三栋建筑物受损 外加一人被波及受伤 乌俄战争的战火 最近几乎天天降临在俄国境内 乌军无人机甚至在当地七号晚上 同时兵分三路 针对罗斯托夫布扬斯克州和莫斯科 进行轻易波攻击 这架无人机在距离俄国首都只有四十六公里远的拉免斯科 也是被拦截碎片造成公寓受损 索性没有平民伤亡 但俄军就没有那么幸运 这辆银色轿车出没在赫尔松备占领区 据传上面载着俄军和联邦安全人员 车才开到一半就遇上死结 事实上这些攻击的背后 都可以看到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踪影 布达诺夫年仅37岁 他不只是乌克兰史上最年轻 也是全球最年轻的情报局长 年纪七轻的他却是经验老道 而且口风紧得很 他分享自己办公室里 有一张画满记号的俄罗斯地图 标记出所有可以轰炸的地点 甚至透露俄罗斯曾经试图暗杀他至少十次 另外就连他掌管的情报局标志徽章 都含有生意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大战情报局 和军队在战场上成功灭敌 泽伦斯基的演讲中 还特别提到乌东作战的第十二旅 因为里面包含了去年 在马里乌普尔作战的亚述军团士兵 尽管在去年五月二十号 亚述军团投降后 被俄军俘虏甚至几乎被灭团 这五名亚运指挥官透过换球协议获释 今年七月在泽伦斯基的陪同下 重返乌克兰 他们当时就誓言要回到前线 如今亚述军团重新整顿八月底现身在乌东 卢干斯克的克尔米纳森林和俄军作战 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 乌尔开战五百六十二天 乌军也是越打越顽强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平右反坦克炮弹 此前英国率先向基辅派遣了有争议的弹药 但是我们带你来看到这款平右弹 可以说是杀伤力相当的强 而且最为争议的就是民众受辐射影响 可能会导致癌变的情况 过去美国就曾经在伊拉克来做使用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就认为了 这能够帮助乌克兰突破俄罗斯的战线 倒是这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则认为 美国需要承担后果 美国承诺军援乌克兰的爱布兰坦克即将交付 现在也批准M1爱布兰坦克会使用到的平右弹 将一并军援乌克兰 这是美国国务务卿布林肯快闪基辅时 顺便宣布给的大礼 军援和人道援助一共10亿美元 当中军援项目就包含口径122毫米的平右带 要帮乌克兰反攻再推一把 早在1990年代的波湾战争 M1爱布兰坦克就使用过平右弹 这次军援给乌克兰主要是要对付俄罗斯的T72坦克 这让俄罗斯气得跳跤 批评美国要毒害乌克兰 虽然和浓缩幼的浓度大不同 但是平化幼的弱放射性依旧被视为一大危害 不止俄罗斯 中国大陆官媒更将平右弹形容为邪恶装备 央视分析 之前英国给的平右穿甲弹 就是因为穿透力能比一般的乌星穿甲弹 击穿深度可以多出10%到15% 但是央视同时也报道对健康有大大危害 平右弹在爆炸时产生的高温 可以使弹体发生沉化 变成微粒随空气流动而四处飘散 容易引发白血病在内的许多癌症 和一些肝脏神经系统疾病 声称西近平右弹沉化的空气微粒 会让孕妇流产和新生儿畸形 以及增加罹癌几率 但是美国的五角大厦搬出CDC打脸了 美国和北约都声称 过往的研究没有发现平右弹的致癌病例 间接批评中俄都在放假消息 陈清平右弹是M1坦克的标准配备 要外界不要小提大作 而乌克兰不只有美国 还有北约的援助 北约的成员英国 挪威 荷兰等等 协助秘密训练乌克兰海陆队员六个月 将近千人的队伍最近才节训 要返回战场 还有德国援助的暴式坦克 也越来越融合进乌军实战力 在等待秋季新一波军援到位之时 乌克兰也换上了新的国防部长 乌梅洛夫似乎也在布局 新一波秋冬反攻 TVBS新闻总和报道 电脑转回到国内 台北市大直街公寓下线 就在建案工地传出巨响之后 二楼瞬间变成一楼 锦销紧急疏散 三百六十千 经现时三秒 明宅塌陷 现场所有人紧急往后撤 明宅塌陷之后 不时传出重物掉落声响 住户处理的范围再拉打 抱着小孩背着书包 只带着重要的证件 其他根本没有时间多整理 一家人仓皇离开 小孩似乎是从睡梦中被叫醒 哭泣看着忽然发生的状况 还有一家 紧紧抱着熟睡的孩子 生怕吵醒他 另外一手拿着最爱的娃娃 赶快离开 还有这家人 爸爸妈妈中间夹着小孩 机车前座还有爱犬 一个都不能少 简单收拾家当 逃离倾斜不能再带的家 有住户真的气炸了 房屋倾斜不是突然发生 早就已经诚情反应 却求助武门 讲到眼眶都红了 毕竟住了这么久的家 怎么说他救他了 大家该怎么办 现场撤离197户367人 其中协助安置329人 台北市大直发生 严重的民宅坍塌情况 早在7号傍晚出现异状 7点工地发生巨响开始疏散 8点半左右警销人员 紧急再疏散住户 晚上10点49分民宅下线 隔不到一小时 现场工地又传出巨响 因此紧急切断水电瓦斯 大直民宅倾斜后 进行区域管制 还有人为了拿小孩的健保卡 差点于警销起冲突 会这么激动 是因为这一离开 能不能再进去收拾物品 都还是有问号 但看着心爱的家变成绝固模样 真的是回不去了 TV北新闻总统报道 大直民宅倒塌之后 附近住户上百户被撤离 半夜还紧急被断水断电 今天一早有民众想回来拿东西 看到二三十年的房子就这样没了 难忍累谁 晚上七八点回到家 看到住家外不大对劲 七澳半夜十一点多 被临时通知断水断电 连行李都来不及打包 就得通通撤离 有民众紧急想回家 拿孩子的健保卡也被拦下 民众又气又无奈 报一早不少受灾户赶回现场 想拿点重要物品 事发当下没人来得及通知 还有这位受灾户吕阿姨 住在94巷后半段 晚上九点多接到撤离通知 家中一样被停水停电 三个孩子原先都睡了 也赶紧被叫起床 小朋友听到也紧急的大喊 房子要倒了 很紧张 因为大家 我们还有小朋友 他们都在睡觉了 就赶快叫他们起床了 赶快要离开了 尽管不是倾斜受灾第一排 但看着自己的KiKiTu 可能受到影响 不止鸡皮疙瘩 眼眶也泛起泪水 我们77年出的现在 好三四五年了 难怪他们仓房的走了 我在看他们房间 我就知道他们仓房的走 民众担心周遭一百户地基 连带影响 附近房价未来也会受影响 北市府预估三天后 会再通知住户回来拿物品 责责问题也会协助民众求偿 律师也说除了民事求偿 也能跟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让北市府进行列管 甚至直接勒令停工 TVB的新闻新闻响的一台报道 不过讲到房子 尤其是房价持续飙涨的状态 不挑选价格相对亲民的老屋 也渐渐成为了购物的趋势 根据内政部最新公布 2022年底 全国平均的住宅数 虽然整体的住户 大致呈现平衡状态 但仔细一看 上市在台北这个地区 平均屋龄就是36.97年 是六都当中最牢的 长年的背后是一个卫浴 厕所 对 这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那有一个中导的设计 那这边配备一个欧化的厨具 开阔的空间配置 搭上干净整齐的新装潢 这间可以弹性使用的多功能空间 室内约30坪左右而其实 里面重新整理过了 看不太出来 不过其实这一栋大楼 他的年纪已经快要50岁了 放眼整个台北市 其实老宅的比例真的是很高 超过50年的房子比例 可是就高达了13.7% 超过30年的房子 更是有70% 把时间拉长来看 在过去10年时间 台北50年以上老宅 增加了2.65倍 以老宅主要分布来说 就是以台北 高雄以及台南 为老宅最多的三个直辖市 放眼全台50年以上的老屋 在2022年底也爬升到了101.17万宅 等于10年来多了1.08倍 进一步让低效能老屋住宅供给量变大 老屋的状况现在其实非常严重 因为台北市发展的比较快 所以它实施建管以后 它的那个老屋的比例 应该是算全台最高的 老屋一定就是结构上比较差 也会居住品质也比较差 漏水问题都是很常见的 而全台老屋的数量 也进一步影响供需平衡 摊开内政部资料2022年底全国共有908.9万户 跟2013年底的828.6万户比起来 成长了9.69% 而住宅数上则是近十年来增加了90.6万宅 增幅约11.1% 目前平均每户住宅数为一宅 住宅供需大致是呈现平衡状态 但是若是扣除了不易维修 不移居的50年以上老宅 2022年底全国住宅户数比是来到了0.89 相较于2013年的0.93 住宅供需不足有扩大现上 户数跟住宅数看似平衡 但事实上它的一个供给跟需求是失衡的 最主要是因为城乡的发展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所以在偏乡它虽然有一些老旧的房子 甚至有些供给但事实上呢 因为周边的就业机会不够 产业不够发达 对于年轻人他们想要就业或成家呢 同时去平衡他们的一个居住需求 就会有失衡的状况 不过老屋虽然老 也不是所有老屋都只剩下重建的命运 除了重建以外 整建以及维护 两种方式则是在现有的居住条件 还有邻里社区社会关系下 以较不费时及影响较小的前提下所进行 老屋这个问题应该不要用一种很单一的一个面向来思考 应该会回到老屋实际上的屋况 以及它所在的一个城市的趣味等等 来思考它不同的对应政策 常常欣赏国外有非常多的城市里面 他们有些老屋老的街区 有非常好的品质生活跟一些景观的氛围 那为什么一谈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觉得一定要把老屋或老的社区 一定要把它拆除重建 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 做一个仔细的区分 依照它的物理状况的条件 然后依照当地的一个街区的未来发展 可以有非常多元的策略来去处理 不管是老宅重建还是老宅活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全台老宅树的未来发展 也是一大重点项目 对新闻正盛围成为越台北 采访报道 交通违规会造成许多马路乱丧 但检举达人检举频繁 也会让敲酒不堪其扰 现在里长就跟检举达人开战了 街坊邻居的车牌统统盖上毛巾抹布 成了当地奇观 原来是南投市中兴新村居民 怕检举达人来找查 不少人已连收好几张罚单 气得找议员告状 高雄市三民区 同样有检举达人 不满围庭乱象 狂打110检举 让居民愤儿找上里长 透过广播系统 向检举达人喊话 在维持交通安全和居民权益之间 警察执法面临两难 部分被检举的车主也有苦难言 像是这一位 每天出门讨生活的小黄问奖 有时赚的车资还不够缴罚单 客人老人有行李 你还要帮他们拿 超过50秒 就一张红单了 突然间客人 我要右转 我在内线 你不给他右转 他就跟你大小声 你叫我们怎么办 检举达人盯上的还有这一处 位于台北市内湖区台美街 清明路321项交叉口 被检举的车主就觉得很冤 这右边一般都是工厂 所以会停留货车 假设从台美街 有车辆转进来 要到清明路的话 他可能就会踩到双黄线 说迟迟那时快 刚好有一台货车 为了闪避右侧的路边停车 被迫压上双黄线违规 里长邱丽玲表示 该区属于老旧社区 也因为巷弄狭窄 停车位不足 李明被检举的情况相当普遍 我们整个新明路上 为了交通顺畅 又取消了一些的这个停车格 巷弄里面也没有停车场 所以大家就是看谁厉害 谁先回到家 先抢到位置 当然那个转弯的地方 有些逼不得已就停了 如果是在巷弄内的话 他常常宽度是不够 所以是没有办法化的 那我们目前的解决方法 我们会在那个路边 可以化设的地方 会尽量化设停车格 那现在我们也有积极的 就是利用基灵地来 披荐那个路外的停车场 那另外如果说各机关 有那个改建的话 我们也会是尽量的参见 为了改变交通乱象 洗刷行人地域恶名 现在交通违规可检举项目 正面表列的多达四十六项 包括不宜顺行方向 临时停车 汽车装载货物不稳妥 倒车前为显示倒车灯光 或倒车时不注意其他车辆 或行人等等都可以开罚 台北市警察局统计 二零一三年一月到七月 警方光受理民众检举的交通违规 就来到七十四万一千零一十五件 对照去年同期的五十万四千九百七十九件 暴增二十三万六千零四十二件 年成长近百分之五十 交通大队提醒 七月起又新增了十三项可检举项目 民众要多加留意 基本上我们依据倒车交通安全规则的话 人行道和七楼它都是禁止临时停车和停车 但是例外的状况的话 像对面那个有看到汽车停放在那边 那那边可能就是属于私人土地的范围 那私人土地它就不适用我们倒车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检举达人不合理的举报 让车主恨得牙痒痒 但也有一派看法认为不谈途衣食方便就不会违规 法理情与情理法的冲突 恐怕人会在大街小巷持续上演 TVB的新闻罗士鹏 戴源丽台北报道 人类银行发现过去餐饮业兼职跟正职的比例 大约是6比4 不过今年第一季已经反转成为4比6 也就是正职人员现在比正职人员还要多 加入抹茶粉 搅拌 倒入咖啡 牛奶制作出一杯抹茶咖啡 双麒麟机压出抹茶搭配芒果口味 口感清爽 浓浓大人味 开在捷运站出口 属于淡水一级站区 足景不便宜 看准的是役后观光商机 来游玩淡水的民众 借着这里的山水河畔 那可以有一个喝抹茶的地方 丑玉如是这间连锁抹茶店的主管 从事餐饮业八年 一开始是从实习生开始做起 本身其实我蛮喜欢抹茶的 而且我蛮喜欢吃甜点 所以才会进来这个餐饮业 我觉得看到客人吃到我自己做的甜点 或是抹茶的饮料 那看到客人满足的样子是我比较期待的 在过去餐饮业经常与低薪与不稳定 划上等号 现在服务业面临史上最严重缺工 让餐饮业者不得不想尽方法抢财 正职与兼职人员的占比的话是五比五 或是希望以正职为主 那兼职人员为辅作为未来营业的营业防征 各大餐饮业的亭 他们都想要继续的扩电 因为疫情过了嘛 其实餐饮业的业绩是有复苏的 所以会是希望针对正职人员来做培育 业者发现兼职人员更难找乐 尤其打工族 对于工作的选择不再以服务业为悠闲考量 现在有另外行业心理叫做外送行业 对那外送行业 外送行业对于现在的年轻族群来讲 或是一些抗压性比较低的族群来讲 他们会觉得我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我可以不用看主管的脸色 然后我也可以自己调配时间 所以他们情愿去做外送行业 人力银行也发现过去餐饮业 兼职与正职比例16比4 2019年出现黄金交叉 正职比例超远兼职 今年第一季直接反转成4比6 餐饮的连锁店或饮料店 他们在东南亚或新南巷的布局上面 会需要更多的店长 国内外的店长的人才需求 依然是做长远的布局 所以因此在正职人员的人才需求上面 在展店的计划之下 他们就需要更多的正职人员 内需产业热 扩大经营规模 需要更多正职员工投入 相较之下兼职流动率高 反而付出更多人力成本 兼职人员大部分都是学生 所以学生的离职率 流动率也比较高 那不利于人才培育 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这种餐饮业或零售业 他们其实因为营收大量减少 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做这个缩编 尤其像餐饮业这种 他们过去用了比较多的这个非正职劳工 疫情期间 当你这个冲击的时候 首要被面临裁员命运的 就是这些非正职的part-time员工 当这个去年十月疫情趋缓 然后这些餐饮业 开始又因为生意又恢复了 那客人又上门 所以他们又开始要大量的来招募人员 这个时候很多餐饮业的这个老板发现 他们要招募变得比疫情前要困难 这是从雇主的角度来看 但对于受雇人员来说 正职排班可以正常化 薪资福利稳定 也是餐饮从业人员 选择应征正职的原因 如果是pt来说 那其实一样会有所谓的 红字会有double 正职来说 它除了该有的年假以外 它还有额外的红 国金假日会再放假 那我们还会有这三节奖金 那升迁的话 其实基本上以我们公司来说 大概一年左右 就可以慢慢的往上爬 部分连锁型的餐饮集团 他们因为比较有财力 所以他们可以采取加薪的这个措施 来吸引一些人 那当你采取加薪的时候 其实吸引来的就是 期待能够稳定就业的这个正职劳工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 哪里薪资福利诱人 就比较有机会吸引履历 服务业缺工潮还没趋缓 业者势必面临调整招募策略的压力 TVBS新闻领导男王会与新北采访报道 体内湿气重会影响到身体代谢 只是要怎么判断这湿气重呢 算是油光满面 或是容易疲劳 体态浮肿却又食欲不振 都可能是湿气重的健壮 喝水真的会变胖吗 其实纯水是没有任何热量的 无添加物的纯水的话 是不会导致体重上升 因此喝水如果导致体重上升 就要注意喝的是含有热量的饮品 像是各类含糖饮品 另外健康的天然果汁 牛奶 蜂蜜 柠檬水等 其实也都有热量 若饮食没有控制住 或是比较少运动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体重上升 喝水导致体重增加 有可能是你的器官已经出问题了 我们知道身体过多的水分 以及毒素 是由肾脏 精油尿液排出 如果你的肾脏出问题 就会导致体内过多水分 以及毒素的累积 那就会导致体内积水 或是体表水肿 另外像是一些心脏 或是肝脏的问题 比如说心衰竭 肝硬化 也有可能导致体内积水 或体表水肿 所以如果你的体重 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 很有可能不是肥胖的问题 而是你的心肝肾出状况 有人觉得自己是一胖体质 喝水就会胖 也有人认为 湿气重会导致肥胖 实际上肥胖是因为 摄取过多 消耗太少 导致热量与脂肪的形式 堆积在体内形成肥胖 除了饮食和身体活动的因素外 也受到基因 心理健康 和外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 比起健康人肥胖者 发生糖尿病及血脂异常的风险 超过三倍 发生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及痛风 也有两倍的风险 当肥胖者减少5%以上体重 就可以为健康带来许多益处 高血压 糖尿病等 与肥胖相关疾病就可改善 每天减少摄取300到500大卡热量 同时增加体能活动多消耗200大卡 就可以每周减重约0.5公斤 减重最重要的是饮食控制和增加身体活动 饮食需秉持着三多三少的原则 也就是多喝水 多吃蔬果 多颧骨杂粮 少油 少盐 少糖 此外 每周累积150分钟以上 中等强度身体活动 如快走 登山践行 骑自行车 健康操 洗车 拖地 整理 庭院等 才能达到减重及健康促进的效果 在这种炎热夏天 我们建议要维持足够的水分补充 避免脱水 因为我们知道水分能够维持 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 另外在运动建议的方面 建议依照个人作息 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来做运动 一方面除了避免高温产生的脱水 也能避免脂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 湿气重的人大多比较怕冷 容易手脚冰凉 而怕冷的时候 身体会选择储存更多的脂肪来保暖 因此人就会容易变胖 湿气在中医来说 是一个非常难去除 而且容易造成疾病的一个因素 那在中医的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湿气可以分为外湿和内湿 那外湿就是因为环境的潮湿 或是连续的大雨而导致的 那内湿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饮食 或是作息没有好好的调节 比如说你餐餐大鱼大肉 或是你过度的熬夜 或是你有三高 高胆过醇高血压 或是糖尿病等等 台湾因为处在海岛型的气候 再加上我们的饮食习惯 喜欢吃冰品跟冷饮 造成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呢 身体都会有一些湿气的存在 也会比较容易有头晕 或者是会觉得头重重的 精神状况比较不好 甚至舌苔会比较厚的一些状况 那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可以借由最简单的食疗 就是四神汤来帮助我们 去除体内的湿气 专家建议平常可多做运动 保持环境干燥 减缓身体的湿气 TVBS新闻花正森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现代人生活压力比较大 都有浅眠或是失眠的困扰 白噪音因此也越来越受欢迎 被封为失眠救星 很多人睡觉的时候 都会听白噪音来助眠 不过现在医师就提醒了 千万不要听诊完 美容师在脸上按压 不仅达到拉提紧致效果 还能让全身更放松 尤其在搭配播放的 轻音乐白噪音 无可来到这 同时可以达到美容跟抒压功效 现代人的压力都跟情绪都比较大 那我们是做美容产业的 所以我们在服务过程中 我们会透过按摩跟精油的休息 来帮他做放松 我们有使用白噪音的部分 那现在这个音乐是目前 现在很多人会使用的音乐 对于睡眠有很大的帮助 对就会有那种下 就是也会有一些意境 有那种下雨的感觉啊 或者是有下雨的味道 雨声海浪声成为助眠音乐 不仅成为美容中心的指定音乐 在日常生活中 白噪音也越来越夯 除了睡觉的时候 需要听白噪音来助眠之外 现在来看书 或者想要放松心情 都很适合听白噪音 根据网路音乐平台指出 全球每天收听白噪音的次数 是长达了300万小时 而像是有创作者 上传下雨的声音 或者是海浪声音 以及各种自然音乐的声音的话 其实都可以获得超高点几率 现代人越来越重视睡眠品质 白噪音就成了新的商机 甚至在音乐平台上 开始分食主流歌手的市场 音乐平台的报告中 就有一位上传白噪音到平台上 每天大约有五万名听众 平台每个月就必须支付 大约一万八千美元 大约台币五十七万五千元 在过去两年来 关于白噪音的声量高达 大概一万两千笔 那其实大概都是在网红 或是KLL来带动 这个关键字的搜寻 那为什么要听白噪音 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那一种就是说 它可以让你放松心情 也可以安抚婴儿 可以让他入睡 那这些东西就是很多人 为什么会听白噪音 也有学生 他在阅读的时候 他在念书的时候 他也会放白噪音来听 大家会讨论的是说 哪一些白噪音 真的能够帮助你入睡 或是安抚你的心绪 有人说是下雨的声音 海浪的声音 拍打的声音 这些都是比较多人讨论的 白噪音其实指的是 在一般人可接受的范围内 一段频率不同 但长度保持一致的声波 像是雨声 风扇等等 甚至也有屏蔽 或者是弱化其他声音的功效 来安抚神经 达到镇定舒缓效果 更有国际研究调查发现 成年人聆听白噪音 入睡的速度 加快了38% 另外针对 吵杂医院重病患者的研究 也证实 戴着耳机聆听白噪音 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 原则上是有倒眠的效果 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放松 因为原则上在固定音频底下 就是它是可以让我们比较不 可以去除掉一些环境的噪音的干扰 你的音频真的是要固定 要比较单调一点 要比较单 就是真的是要单调 你不能说声音忽高忽低 忽高忽低这些等等 所以改善睡眠 和减少婴儿哭闹之外 也有人会在读书工作时 听白噪音来提高效率 甚至也有降低注意力 缺陷过动症的症状 但是医师也提醒 夜晚听白噪音 也得留意时间不要过长 或是太大声 否则有可能会导致 耳朵受损的反效果 就是说你睡觉前 的确可以听一点 新音乐什么等等 让你自己放松 不过不太接你整晚听 因为你整晚听的话 其实反而会造成前眠 所以来讲就是说 你的确在睡觉前 一个小时可以听 可是来讲的话 你入眠之后不太建议 就是一直持续整晚 一直去听 因为毕竟这个是白噪音 所以你如果长久 这样子使用 会不会导致说你的耳朵 你的听力 会因为这些噪音 而导致说听力受损 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 在高压环境下 也许一段平凡无奇的雨声 海浪声 或是敲打键盘的声音 都能抚慰人心 也让白噪音的听众 越来越广 造就另类商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